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血脂膏怎么调理才会讲 我们讲血脂膏也叫血脂异常 或者现在我们以前叫高脂血症 如果引起慢性的血脂膏 那么血脂膏我们是讲血液里面的脂质成分 那么成绩在血液当中 那么就是血脂来通过生化检查 就发现血液里面的比如胆固醇 肝油三脂 包括胆固醇 包括低密度 高密度这种成分 就是脂质成分升高了 那么我们叫血脂 血脂正常如果说我们成绩的肌肉 或者其他部分我们叫脂肪 那么固域固性的 在血液当中我们叫血脂 由于物质比较丰富 我们吃的东西太容易活得了 所以稍微不剩我们就会多吃几口 逐渐的加上如果我们一旦运动缺乏的话 就会检查实际血脂膏 那么运动只有冻起来 那么血脂才能够消耗掉 还有第二个我们就讲控制饮食 那么控制饮食少吃它的来源 就是血脂内少吃油腻食物 比如说这油腻食物 有些动物内脏 或者还有肥肉 所以我们控制肿量 多吃蔬菜水果 少吃油腻食物控制主量 还有按时睡觉 熬夜会到脂肢代谢温暖 内肥密失调也都会引起这种脂肢代谢异常 这里是新鲜的毒品 还记得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